如果说你要绘图的话呢 在那个2010有个特色 就是你游标放上去 它会告诉你这个线 它的一些说明 所以等一下 请你们先把这个环境 先改成autokate典型 把这个面板 把这个工具列搬到这边来之后 再试着了解一下 这边的工具列 主要这两个工具列 了解的方式的话呢 你把它游标放在上面 它会有一些说明出来 那当然画线 比如说你可以试试看 它这个地方 使用line 就是线的部分呢 它可以让你制作出那个线段 那比如说1 2 3 你可以试试看 点下去体验一下 1 2 3 这个地方再把它点一下 3 先不要管长度跟角度 那最后结束怎么办呢 结束请你按空白键 这样就好了 好再一次 线1 2 3 那你还可以按一个 不要按空白键 按C C enter 这个地方 把输入 改成中文的 改成英文的 最后改成C C enter就是封闭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想想要把这边 把它封闭起来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 输入C enter 把切换成英文 C enter 你会发现它做什么事呢 它会把这个部分呢 封闭起来 其他还有像 比较常用像圆 你也可以试试看画圆 画圆 然后还有其他 这相关的功能呢 大概熟悉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